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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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簡單 很多人都說三高三高 三高真可怕 那如果呢 我們可以在平常的生活當中 生活作息 飲食習慣 運動習慣 都可以做調整的話 三高就不會 盡量不會來找我們 可是呢 現在很多的觀眾朋友 已經面臨了三高的問題 那麼其中呢 高血壓 是很多人覺得很難控制的 那這邊有個數據 跟觀眾朋友報告一下 這個是衛生署的統計 台灣地區四十歲以上 高血壓的盛行率是一成八 到了六十五歲以上的話 盛行率就高達了兩成七 將近三成 所以呢這個年紀越大 是不是得到高血壓的機率 就越多呢 我們平常要怎麼樣做預防呢 我們今天好好來聊一聊 歡迎今天的三位專家 歡迎 謝謝 好 那當然呢 周邊可能有很多的朋友 年齡還不到 所謂的五六十歲 但是已經有高血壓的症狀了 請問一下 耀耀哥 您自己本身有這樣的病史嗎 有 有啊 我媽媽 我媽就是高血壓 是 然後我那天 我好像是跟怡芳吧 我們在錄音樂節目的時候 我一聊 現場一聊 哇賽 一百六十幾 很高耶 一百六十幾 然後低血壓是一百二十幾 那你當時是 第二次再量的時候 還是這樣 後來我又量了幾次 然後到我 我剛好去看牙醫 到我的 我的朋友那邊診所 他們又 我說你們有沒有血壓劑 他說有 我可不可以量一下 你一量 哇一百五十幾 又一百二十幾 怎麼會這樣 我可能有 我媽媽的遺傳體質 對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 這個 調查報告裡面也告訴大家說 年紀越大 罹患高血壓的機率就越高 對 那跟年齡是有滿大的關係對不對 對 應該是算正成比 我常常講嘛 一條河流流久了會怎樣 淤沙越來越多 馬路開久了呢 攤販還什麼 違規停車越來越多 我們血管用久了 它根本連清都沒辦法清 結果經過很多發炎膽固醇成績 所以年齡越大越硬 然後發炎次數越多越狹窄 是 所以年齡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而且我們之前提到說 血管你硬化不可能膩 沒錯 對不對 沒有用什麼東西可以清它 沒有辦法 我們當然可以用一些食物來減緩 是 但是因為血管本身 例如它發炎已經鈣化 或者說已經成績很多膽固醇 你後面做很多事 防止它在惡化 但是你要讓它回頭很難 但是我有俊耀兄同樣的例子 其實我去年 我的血壓是140低了90幾 我曾經要考慮要吃藥 因為我量兩個月都這麼高 當然我有一件事 是上次跟俊耀哥上同一個節目 我們都做過 我們都做過減重 對 所以我減過重後 血壓剩120幾 然後酥沾壓剩70幾 對 甚至有時候血壓可以掉到110幾 所以你要在那個 還沒有定型的時候 趕快把這些東西都把它拉回來 其實改善很多 因為其實我周邊即便同行 醫師很多人都在吃藥 是 沒錯 而且我們之前有聊過說 高血壓的藥一吃很難停 沒錯 對 因為血壓我講過 它大部分是不可膩的 我們一般醫生不會在忙吃藥 一般都會 我都會拿一張 來30天回去測 測 30天我發現它超過16天都很高 來吃藥吧 或者說你去做某些事去改善 但是說實在大部分回去什麼事也不會做 是 所以一般醫老師你看過太多那種高血壓的朋友 他要做飲食控制 所以你覺得最困難點在哪裡 其實外食是最困難點 然後叫它減重是最困難 就胖的人要要瘦其實很困難 但是如果說飲食當中叫它口味 減輕變淡的話 有些人還是可以循序漸進 可是剛開始很乖 乖了幾天之後又開始恢復原狀 所以高血壓飲食很簡單 因為有時候我們病人 就是在醫院裡面突然血壓很高 我們其實醫生就會告訴我們說 你給他一天三公克的鹽 只要吃三天的話 大部分血壓都會降下來 一般吶還能吃太多 對 是 其實很容易的 是 所以高血壓究竟是一種什麼病 來 陳醫師可以跟我們傳一下 高血壓的數字還是幫大家複習一下 最好的血壓是收縮壓不要超過120 舒張壓不要超過80 但是如果突破了 介於120到140之間收縮壓 或者說80到90之間那個舒張壓 這叫高血壓前期 那時候你就要提高警覺了 但是如果突破 收縮壓超過140 或者不是兩個 或者舒張壓超過90 就算高血壓 對 那高血壓 其實它原因非常的複雜 所以我們大部分分成兩種 一種叫續發性的 它其實可以找得到一個原因 把它解決掉 但它畢竟不多 佔百分之5到10 另外一種叫原發性 我們今天都會討論這個 原因太複雜了 你要很多原因都會把它解決 血壓才能下來 所以原發性的高血壓 大概佔了9成左右 9成 對 大部分都是原發性 沒錯 沒錯 大部分都找不到原因 那我們就來看看說這個 續發性的高血壓 是什麼樣子的原因 造成續發性高血壓的因素 包括你可能有腎臟的疾病 腎上腺腫瘤或者是因為藥物導致 所以換句話說 是不是這些問題解決之後 它可以做改善 對 像一般高血壓 我們講過都是老年人 可是你會發現很多年輕人 奇怪 生活正常 東西吃的也很正常 然後他的什麼運動習慣都有 血壓很高 或者你會發現奇怪 給他藥物治了半天 血壓不動如山 那個時候就要去找一下原因 像腎臟疾病常見什麼 腎血管狹窄 腎血管狹窄 不然就是本身 它有一些叫慢性的腎臟疾病 整個腎功能萎縮掉了 它血壓就會變得非常的高 那第二種呢 腎上腺腫瘤 那個像有一位那個 心象的達人他有得過 像有一種瘤很有名 叫四個細胞瘤 那種就是很難診斷 它因為它腎上腺會分泌 它有一些腫瘤 它會分泌很多荷爾蒙 會讓我們血壓越來越高 或者說有一種病叫酷心刺症 就是它分泌過多類固醇的東西 所以血壓會一直很高 你只要解決掉這個腫瘤或過度分泌 你的高血壓就會解決 那第三點很重要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腎上腺 有時候分泌類似類固醇的東西 所以一樣口服太多類固醇 血壓會高 有的女生避孕吃避孕藥 血壓也會高 還有老年人吃止痛藥 長期吃血壓也會高 可是會不會是某一種止痛藥 或某一種避孕藥會造成血壓膏 那把它調整完了 對 調整成另外一種藥會好一點 對 像避孕藥裡面 會有類似黃體素的東西 因為它流鈉牌甲 等於把鹽巴留住了 所以血壓可能就會高起來 所以你有對藥物如果特別敏感 就盡量要避免 或是要去轉換一下藥物 是 好 所以續發性高血壓的人 他可能年齡層就比較輕 比較輕了 對 有些像第二類是很難診斷 因為這種一般大家不會想到 但續發性是找到原因就可以把它搞定 它是可以治癒 對 但是我們如果回到原發性 頭就大了 原因太複雜了 是 好的 所以原發性的高血壓 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原發性高血壓的因素 包括了遺傳 包括飲食習慣 抽菸 喝酒過量 缺乏運動 情緒影響 其實看起來還真是普遍啊 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從遺傳開始說起好了 對 遺傳就像剛才均耀哥說的 你母親有 如果說我們的直系血清裡面 其中一個有 我們得到高血壓的機率有多高 一般就像爸媽如果兩個都高血壓 你得到高血壓機率大概就是60% 如果只有爸爸或媽媽一個 你大概得到機率是30% 但是遺傳永遠 它有一個地方很有趣 其實遺傳有部分是生活習慣 你從小吃的東西都跟它一樣 還好你這樣講 對不起我差點話說我媽 如果爸爸媽媽都沒有高血壓 我有高血壓 那我就懷疑 我的身世 你知道嗎 現在DNA認清很流行啊 是 所以國外很喜歡做這種研究 例如說做移民的研究 你在日本 我那個地方吃很鹹 我本來移到夏威夷好了 那為什麼原因 因為飲食習慣不一樣 所以就是有一種迷思 到底是遺傳還是說 整個家裡的飲食習慣造成我這個樣子 對 兩個都有 兩個都有 對 兩個都有 好 所以遺傳的部分就是 如果說你們家裡裡面兩個都有 那你可能就高血壓六成有機會 對 不知道高血壓 一個的話就三成 沒錯 好 那所以如果你是高血壓的 這個危險族群的話 平常要怎麼辦呢 平常當然飲食方面要做個調整 當然是肥胖的一定要減重 其實只要減重不用減太多 減個三五公斤 有時候血壓就會控制很好 就控制下來 包括糖尿病也會控制很好 所以減重並沒有叫你一定要減到非常瘦 那再來就是飲食方面盡量所謂的 其實所謂的飲食方面 我們希望它高甲 當然就是你基本上沒有腎臟病的時候 你才能高甲 高甲高鎂高鈣 然後高鮮 然後再低那飲食 利用這種方式其實可以調整自己的 可以把自己血壓控制得很好 其實我很多案例 好好飲食控制的話 血壓都控制得非常好 都控制得很好 也都不用吃藥 一樣是你覺得三高裡面 哪一種最能控制